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醒了 发生什么事了 医生说你太累了 营养又摄取不足 所以才会昏倒 奇怪 小若不是都有帮你准备便当吗 还按时提醒你要吃饭 你怎么会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宋齐修可以请你回答我吗 你到底是生病了还是哪里不舒服 我拜托你告诉我好不好 我没事 不用担心 你不说 我去问林小若 阿维 不要告诉小若 我不想让她知道 什么事情连小若都不能讲啊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也许就像你说的 我生病了 你生病了 你哪里不舒服啊 我的心 这几天 我妈从来没有睁过一次眼 小若没有一天不责怪自己 所以我告诉我自己 宋洁修 你不能倒 你要成为守护他们的人 我知道 你也一直做得很好啊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明明知道小若她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她心里也不好受 但是每一次只要一看到我妈 我就很难不 我真的很难不去恨那个害了我妈的凶手 我 连她辛苦帮我准备的便当 我连碰都不想碰 你觉得 我这个样子有资格成为守护她的人吗 我觉得 你现在不应该想这么多 等上班上醒来之后一切都会没事的 对 二位 雷达你这件事情不要让小苯知道 我不想要再让她承受更多的痛苦 对 雷达 雷达 对不起 拜托你别管我了好不好 但是每一次看到我妈躺在床上 我真的很难不去恨那个害了我妈的凶手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你去把东西整理一下 等一下去找这例子 这是你新的领养家庭 因为我们家啊 养不起没有叫好的孩子 像你的个性如果不肯改 这辈子都没有人会再爱你了 如果我不要去拿不属于我的东西 就不会让别人受伤害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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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